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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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的智庫講堂 我們叫行業好痛的一個專輯 一樣行業好痛裡面 請到我們的痛點大師 Tony老師 來這邊替大家聊聊 我們上次沒聊完的 塑膠業的一個現況 我們上一集大概提到的內容是 從環境法令 從環境上面課稅的問題 來作為切入 這是外在環境不可控的 接下來到內部的話 我們在生產排程上面的人 在我們的模具上面的話 模組的時間也是用人 所有參數收集也是用人 10加有9.5加是用這樣子的模式 這些部分應該是可以被優化 尤其是我們現在數位轉型的年代了 你會怎麼樣推薦他們 怎樣建議他們 如何做第一步的一個轉型的動作 既然停掉數位轉型 我們稍微談一下數位轉型這個議題 為什麼大家這麼熱衷在談數位轉型 當然 叫做現在大家關注 變成熱意的話題 但是其中有些誤解 所謂誤解是 大家直接把中間過程都跳過去了 中間過程 直接從 我要做數位化 直接就數位轉型了 中間有非常多步驟 大家忽略 對 就期待著那個轉型過程 我就華麗轉身了 對 那其實你做數位化 就非常多的基礎工作 是 透過數位化 它只不過把原本的 叫做非數據型態 是類比可能是任何平面的東西 變成數據 數據可以被儲存 可是它並沒有被應用 應用 所以其實接下來這一步 叫做你要數據優化 優化 我們會把這些數據拿出來使用 OK 優化它 我才有辦法運用這些數據 否則它只是封存 對我們來講 你會覺得無感 那我們一直期待的數位轉型 就不會發生 是 當我們不斷數據優化之後 我們就擁有所謂的數位資產 因為這些數據是你以前 想都沒想到 它可以幫你創造價值的地方 所以我可以透過這些新的資產 我開始轉變我的經營的各種模式 可能是強化改善我的生產應用模式 可能重新改善的是我的 叫做經營運作模式 可能是連我的商務運用 我的服務 我的研發都改變了 所以它有非常多面向 但是這些都有賴於我們現在 不斷在強化的所謂的 科技技術的成熟進步 相對它的成本便宜了 所以它越來越可行 越來越可行了 那我們在台數位化改變這個過程 我們就不膠著轉型優化 我們就不膠著在這裡了 反正我們就是透過數位化 去改變我們整個運作管理的過程 模糊的數據下 我要做到精準的管理 它其實是有困難的 也就是說我用很粗的數字 可是要做到很明確的一個規劃方向 永遠會受到粗數據的干擾 但是我們把它應用在IT 現在即使我用電腦來代替人 去算排程去執行紀錄 它還是一個相對比較粗的 這個運作過程 因為我們沒辦法叫做 優化標準的一些數據 可是我們以這個概念來講 它會開始改變 那這也是說我們為什麼談到 數位化 數位不管叫優化轉型 它開始改變我們這個 世代的一些運作模式 但它其實很恐怖 為什麼說很恐怖 如果它真的走到這一步了 我們會有很多 藍路虎出現 什麼東西出現 藍路虎 藍路虎 打結的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當我們原本 傳統所謂的 我的技術 我很自信 對不對 那我用我的技術 我可以在市場上 跟人家爭奪訂單的技術 或者是我有管理 我的管理 非常的精準到位 我可以壓低我的管銷成本之類的 在市場上取得訂單 當因為新的科技應用 開始把很多 我們所謂的工業機理 打包 加上一些管理應用的一個配套 打包 那變成一個元件 回到我們原本的IT系統裡面 所以IT加OT開始融合了 那剛剛所謂工業機理從哪來 從OT 從數據化裡面來 當它被大量的資料收集之後 它衍生成一個叫做模型 公式 然後回去反映現實 原本你所謂數據現實 要靠經驗來表達 來反映來去克服的 現在變成它就是一個模式 模型公式 它已經會告訴你怎麼處理了 甚至是自己幫你做一些應變 好你的技術優勢會漸漸的被取代 是 那包括管理的模式 它做一個配套 所以它連管理的反映速度 都可以比你快 那誰可以用這樣的模式經營 就是 有錢人 有錢人 就是有去做這樣子survey的人 願意投資的人 就有去做 走在我們上次講的 高價值服務裡面的前面那一波人 是啊 所以你看 特斯拉是不是做車的 鴻海都開始做車了 他們都有個特色 就是 有錢 有錢 對 所以呢 當這樣的一個叫做 工業基底等等這些相關技術 逐漸被科技化的方法 打包模組化的時候 相入我們原本的生產領域 它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事情 代表以前我們所沒有面臨的 我們說理想的管理模式 開始浮現出來 是 但是它也面臨到一個 可能引誘新的競爭者加入 因為它不再受限 我要從頭學起 對 我們說學徒概念 我從最基本的做起 我才能掌握這些過程 是 它開始我已經 直接就可以透過它 我已經取得80% 90%的水平 是 那接下來只有最高端的才跟我有競爭力 否則大家都是一樣 那接下來只看比實力 我做的比較多 我就可以更好的叫做 運作我的整個效率化工程 是 講到這裡 那我們就來談說 我們如何去面對數位化 這一波的改變 其實也要談到我們的管理的 一個意義上面開始 剛剛為什麼談 技術被打包了 連管理都被打包了 你技術好 可是你管理不好 那一樣 它會有很多損失在裡面 那我們講 管理都開始改變了嗎 真的 管理都開始改變了 我們以前強調KPI 對不對 強調KPI KPI用了多久 好幾十年了 有了 對 過去 書 書本 都有講 你要定KPI 幾校怎麼去考 領先指標 落後指標 對不對 可是在OT面前 它全部都是落後指標 落後指標 而且還看不到前面的車位 對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以前的這些指標 都是管理者在看的 但是事件的發生 發生在哪 現場端 明暗現場 對 任何的狀況發生了 管理者都不在 不能說不在 通常不是第一時間接觸 所以決定該怎麼處理的 是現場的那些 現場的人 那你說它沒有處理嗎 不是 我們舉個例子 例如說 設備故障 模具壞掉了 卡住了 夾磨等等 好 那 我工程師正在處理 另外一台不小心 不要說 我正在架磨 另外一台故障 不是我現在故障 是我正在架磨 可是另外一台故障 我是要停下來 還換你處理故障 還是我架完再去處理故障 這完全沒有 這就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對不對 這個關鍵問題 最後會影響誰 我們說一隻蝴蝶 最後影響的是什麼 效應 對 就是蝴蝶效應 因為我的這個故障 它可能正在生產一個 很重要的客戶的某商定量 停不下來 其中的某個零件 但是這個零件 因為這個模具故障 停下來了 它衍生了其他配套零件 做出來也沒意義了 那我整個訂單相關的 這個要出貨的產品 全部都被擱置了 那搞不好這張訂單 影響是我當季業績達成的 10% 那我的業績達成10% 它可能干擾的是 我兩個月後的資金周轉 那個連一效益都出來了 就是越擴越大 對 那誰決定 誰決定 現場的那個人決定 他有沒有空來決定 竟然不是總經理決定 竟然不是廠長什麼決定 而是現場的 第一線的夥伴 對 這可不可怕 超級恐怖 對啊 接下來我們開始透過這些OT 現在像工業機理 數據化的分析模型 開始告訴你 你還有多少時間可以用 還可以做多少 所以你開始可以預判 甚至它被納入到排程 因此排程可以怎麼趕快安排 什麼時間點要切入做保養 做更換 是不是開始用OT改變了KPI 沒錯 原本KPI 如果我們用事後諸葛的概念 我們會說 我們就眼睜睜的看著它發生 可是我們現在就眼睜睜的去避免它發生 對 完全就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說 想在之前 當OT重新跟IT融合的時候 KPI已經開始產生質變了 它變得是對每個生產線的低線人員 事件發生低線人員的數字是有意義的 不是只是看它紅燈綠燈而已 不是看它故障是什麼 報多少數量 數據是會有感的 對低線人員 它是有感覺的 而不是這數據只是交給後頭的人 他要看這個數據好 那就給他 但是他開始覺得 這個數字是要緊不要緊 是重要不重要 是緊急不緊急 它開始有感覺了 那這已經開始變 那是不是表示KPI以後就不會有 不是 它被精密化 被優化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說 你數據化 當然不是一下跳轉型 對 沒錯 我數據開始優化 優化有很多過程 我們剛剛那個過程都在優化 是不是 所以它開始做質變 那因此我們在質變的過程中 為了就是解決過去什麼 過去資訊不透明 我不是從技術到管理 管理也是要希望管得透明 但是畢竟是人在管 他時間的節奏還是慢的 是 轉到IT資訊化了 還是慢的 因為你還是用很多人在回報 是 對不對 所以你第一個資訊不透明 第二個 你監控沒有辦法及時 是 你還是靠人在看 那你還有巡迴時間 對不對 那所以你透過他再去做決策 就不能果斷 因為不是當下 已經都是事後 那決策 你要決策之後執行 有沒有到位 都已經脫了一段時間 所以這些零零種種都是因為什麼 時間不同 時間不同 OT開始改變了這場戰爭的模式 我們OT時時刻刻在監控 連你都已經受不了的打瞌睡了 他還是一直眼睛睜大大在盯著每件事情的發生 對不對 所以他每秒每毫秒都在運作著 這就是OT開始去重構我們整個IT管理相關的應用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OT IT的一個融合 開始重構 重構不是說我只把它加下去 你要重新思維你整個公司管理的配套模式 是 配套模式有非常多的地方 例如我們剛剛講 妥善率 故障 那再講另外一個地方 剛剛不是上一集有強調叫做公司排成 公司排成 請問你多久沒有修正你的標準公司 對 對不對 你標準公司怎麼修正的 那個新的標準 標準嗎 什麼叫標準 對不對 你新的標準是用什麼依據當標準 過去是用人 人的標準就是標準 所以你還是用人在修正人 對 現在自己否定之前的自己 時間因素來好 這個不一樣 那我們用這個角度 我OT開始去診斷你的異常 診斷你的叫做設備狀況 當然我可以診斷你的生產進度 診斷你的各種什麼時間數量等等 那我可不可以用OT的角度去校正標準公司 所以我們的整個管理 才會叫做有秩序的運作 我們應該都有機會在電視上網路上看到人家所謂的關燈工廠 對 無人工廠 你想想如果我們是傳統管理方式 可以做得到 就算他機器是自動的 可是我排成工廠是這種狀況 他可以關燈嗎 他隨時人都要回到燈 對不對 關燈睡覺 每天人來上班再繼續生產 對 所以我們想像 如果他我們已經排到相對順暢的模式了 將來我才有機會讓他變自動化 延續的不斷的做下去 是 這也都是一個前置的運作動作 那我們講到剛剛說可以自動收集標準公司 那這個收集的過程中不就不斷在回報嗎 那是人在回報 還是機器在回報 所以我們講另外一個例子 自動報工 很多人會有一個叫做我們說迷思也好 就是誤解 誤解 我做了機聯網 就是自動報工 好像不是吧 是嗎 是也不是 叫自動回報數據 回數據而已 但數據等不等於報工 我們講我們在塑膠業大家都很清楚 我靠模具 模具當然大的一磨一穴 小的一磨八十六三十六穴都有 所以我一磨報工不是一穴 不是一劍 所以我打了100磨 我要乘上我的磨穴數 那可能有些特殊狀況下 我不得已我可能磨一穴不良 我把它塞住了 所以它扣掉那個不良穴數 所以這個報工的那個量 是我的開合磨次數 還要乘上我的有效穴數 來決定的 好 因此我們這個設備自動機聯網 收集的過程中 它還被重新整理過 然後才能回報 多久要回報一次 這個都是你要在控管上 你要去定義的 定義的 所以就是說我抓到資料了 好高興 然後就自動報工了 沒有不是 它只是收集第一層的資料而已 是 所以我們要經過整理後 才能轉化成 我們後面管理的一個數據 做自動報工之後 它就可以有很多應用 我工時也幫你抓 我數量也幫你抓 接下來你要不要配套 去做所謂的轉換 配套 既然它自動報工了 那數量滿了 你要不要抽換容器 我要告訴你 人好了 人來抽換 那我要預告 總不能說 數量滿了 我就叮叮叮 開始報警人 趕快跑過來 跑百米 那我要照顧多少台 要怎麼跑 跑每一小時 我就累在那邊 對不對 所以我要有一些 比如說看板其實 預告每一台的預計時間 所以它要很優雅的 可以走到那邊去 抽換籃子 抽搬運 當然往下一步 這個預告 我開始不是讓人看 我預告搬運車 在預計幾分鐘後 要來到這個地方 他要來把這個 裝滿的這個 產品搬走 然後替換空的箱子 所以我們又開始 把這個數據 跟所謂的搬運車的 車控中心做整合 然後因此我人 越來越輕鬆 而且又難 他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是不用花在 我這邊換籃子 花在有價值的時間上面 物流在拖運的過程 是我們整個 效率提高了 我們生產效率提高 剛剛不是一開始 少子化 人工 這好像就有一個解 這個我慢慢解了 而且效率還更高 所以類似這樣 都是OT 開始更廣泛的應用 的地方 所以我們舉這 這幾個例子 就是在談 OT開始去改變 我們過去的管理運作模式 它有機會去翻轉 我們過去所面臨的問題 但是創造出更新的一個 新的價值 的確 在整個塑膠行業來講的話 老辦法是抓不住新機會 走個舊路 就看不到新的風景 其實用一樣的模式去做 可不可以做 好像可以 但是已經有人走在前面 老師剛剛講到 兩支攔路圖 你在做人家 在優化的過程中 人家已經超越你了 超越你的 你也不要得意 因為超越你的人 有些人拿到更新的數據 或是他有自己的方法 能夠跟你騎頭並行的機會 又更多了 所以老師有提到說 整個在質變的過程中有三個 第一個是 解決在資訊上的不透明 還有我們 即時上的監控跟反饋 第三個 可能是時間上的一個同步性 透過這樣子的質變的方式 讓自己的經營營運的能量 能夠往上耀盡 其實這個樂宜老師 後來又帶了兩個場景來 第一個場景是 我們在做決策的第一線生產夥伴 他們通常是 不是總經營做決策 是他做決策 他用什麼樣做決策 用經驗做決策 所以往往有可能叫做決策錯誤 而早知 剛剛老師講的蝴蝶效益 有時候是方便做 對 就變成是很尷尬 他不是透過一樣數據 而數據是能夠告訴你 為什麼甚至老師剛剛提到的 預警跟警告的部分 可以做得到 然後當然老師還提到 第二個場景 IT加OT的一些重構 譬如說我們校正提告 就叫個人標準公式 該怎麼去做校正 不是用人 或許是用排程的 應該這些優化排程的過程 用參數的方式來告訴你 讓你能夠優化自己 整個生產的排程 所以我們講到基聯網 基聯網部分可能自動一些派工的動作 或是一些數據的整理 它能夠發揮更大的應用價值 好的 我們這一集就暫時到這邊結束 然後我們待會就要出題了 進到考題時間 抽獎之前還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規劃了一系列的塑膠頁 相關的知識內容 想要知道為什麼交期總是delay嗎 我們會用數據的方式來進行解讀 而且這是實作的一個體驗活動 一定要來參加 我們題目是IT跟OT融合之後 下面哪個是做不到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標準工時的調教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設備投串力的提升 第三個是精準的派工 第四個就可以做到無人工廠了 OK 這個題目有點 我覺得有點小難 應該也還好 我可以再做個補充 它沒辦法很快做到 無人工廠 是不是 好 OK 一樣的 好 所以這個基本上面 也要先第一件事情 加入我們家的LINE AT會員 頂星官方的LINE AT會員 加入進去之後 講下列哪一項不是 等答案寫出來之後 我們才能進行抽獎 我們會抽出五位觀眾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今天收看我們家的一個 那個智庫講堂 我們的行業好通的一個系列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